我們今天吃過那麼多間吃到飽 沒有遇過一間是有真的有過 下降那邊 這座吧竟然出現了鮭魚 超好吃跟那個鮭魚的油融在一起 這個厲害 這個要夾 超多隻 有些一集就給過了 Hello 我是Vivi 今天我又到台中出任務了 這是要來一個很新的地方 我現在人在LaLaPort裡面 那我今天要吃的就是 Tin lifelong участ Shangla Warning plus 聽說也適合保有它很厲害的蜘蛛法 然後肉品有做升級 所以我非常的期待 好!在今天的影片開動之前 記得ке是幫我按讚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不會錯的最新影片的通知 也要記得要去按讚我們的FV 還有這支我們的IG喔 那我們趕快繼續吃吧 走! OK 我已经入座了 刚进来小麻小辣 我觉得对它的环境第一印象就是 它非常非常的宽敞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上面都会有做那一种 灯条那种霓虹灯设计 甚至连桌边也都有 其实蛮有那种摩登感的 那如果你今天是做单人沙发椅的 它下面是会有置物栏的 那如果是像我这种长沙发椅的话 是没有置物空间的喔 那如果你需要筷子的话呢 旁边的抽屁打开 就有筷子跟卫生纸 那调整火力的地方也在这边喔 它这边总共分成三种价位 分别是798 898跟998 三种价位就是肉品不一样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1688 它是吃得到日本和牛还有干贝的 除了1688以外呢 其他的东西你都是不用点餐的喔 那桌旁的话会有你桌号对应的小夹子 你只要把这个小夹子拿去现切肉品去 就可以换你的肉了 那这个QR4就是给1688的人点他的东西 还有就是拿来点汤底用的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人来用餐的话呢 要收单身税是100块 那因为用餐时间只有2小时的关系 我们现在马上去看一下它蜘蛛爸有什么吧 哇它这里的虾都是活跳虾耶 这也算是想麻想辣的一个大特色吧 这边的话有非常多的海鲜可以使用喔 甚至还有兰花蟹跟各种螃蟹 再来这边也有很多的海鲜浆 跟一些脆管内脏之类的 旁边的话就是火锅料区了 这里有麻辣锅好火把牛筋 跟各种蔬菜 这里也有非常多种面食可以使用喔 如果你们有需要吃肉品的话呢 就是照自己点的价位 然后放在这边 之后的人员会把夹子还有肉 一起送去给你 那这里的肉品都是现切的喔 这边是寿司区 有各种寿司它会随机出 大家要记得碰运气 这边的话是一些凉拌菜 还有拌好的沙拉 pizza也是想麻想辣的特色之一 旁边也会有非常多的教物可以选择喔 如果需要一些卤料都可以拿白饭来配 如果你的麻辣锅里面的东西没有了 也可以在这边补鸭血跟豆腐喔 这边是酱料区 也是很多种非常丰富 回来了 诶 有没有它的制作吧是蛮强的 我有点吓到 如果我今天就是吃最便宜的话 其实真的蛮划算的 我拿了我最爱的寿司跟一些熟食炸物 饮料的话是阿华甜冰山 我怎么记得你之前都拿无糖茶 现在的我已经不是那时候的我了 现在已经重新脱胎换骨了 我们先从最爱的寿司跟熟食开始吃好了 花鸡 不然就真的有点不行啦 就有点大坨 然后没有很软 可是上面的花汁很好吃耶 超新鲜然后超脆的 自助吧竟然出现了鲑鱼 它上面还有加那个明太子酱 超好吃跟那个鲑鱼的油融在一起 你们看这个蟹膏的量 好赞喔 糖瓜切很脆 可以上浓郁的鲜膏 这个有点像大阪烧鸡排的感觉 除了炸锅以外外面还有再加一些柴鱼粉跟美乃滋 这个饼啊超级酥 像那种刚炸好的大虾一样的酥脆 而且它里面的鱼排是甜的耶 超好吃 糖羊鸡 甘塔塔酱 糖羊鸡外面酥脆 然后里面它有稍微就是腌制过 但味道超级日式 有人跟我一样喜欢柳葉鱼吗 西洋是有鱼蛋的 是有鱼蛋的喔 这柳葉鱼也很好吃喔 里面非常的juicy 不会干 Pizza 它其实这个番茄酱量给的蛮多的 所以味道很重还蛮好吃的 然后它的饼皮跟那种 那边的连锁Pizza店是不同流派的 小缺点是它饼皮下面可能是焖酒 会有一点小湿湿的感觉 好蜘蛛吧结束之后 我们就要正式来攻克火锅了 我这次点的比较保守一点点 因为我真的很怕吃不下 刚刚已经用备饭脏位了这样 那小麻小麻的plus 它这边的汤底的话有分成四种 如果你是吃素的人呢 你可以选它的药散汤 但要记得如果你是孕妇的话 是不能选药散汤的喔 那今天我们选的汤底呢 是它的白雪锅 还有它的招牌麻辣锅 那大家也要注意就是麻辣锅它里面是有牛骨成分的 所以如果你不吃牛你也是不能点麻辣锅的喔 我先试一下雪白锅好了 它的浓郁是来自于里面有点像鸡汤的那种甜味 然后同时它会加很多那种药材啊 还有一点胡椒味这样子 所以整体来说汤头非常非常的香 但是不会过浓 我觉得这点蛮重要的 它这边的麻辣是可以选辣度的 我选的是微辣这样子 哇你居然敢直接喝麻辣汤 我觉得还行耶 它也有很辣 可能是因为我选微辣吧 这个对我来说很有善 因为它里面有放非常多药材 还有辣椒什么的 所以它整体非常亮的香 豆腐 豆腐其实里面还蛮多汤汁的 但我觉得入味程度有点不够 再来是鸭血 而且超嫩 已经超越布丁 它已经是固重的水了你们知道吗 然后咬进去的时候 它会整个陷进去那个鸭血里面 很香耶 这是麻辣火锅的灵魂 对啊超好吃 一定要点它鸭血 那在开吃火锅之前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香麻香辣PLUS 它现在的优惠活动 第一个就是呢 它现在有四人红星 就送龙虾或和牛二选一的活动哦 再来呢 如果你有LALAPOR它这边的卡的话 你礼拜一到礼拜是来这边消费 只要出示那张卡 就可以换一份和牛 那如果你是当月寿星的话 你就跟店员说一下 你就可以换和牛或干贝各选一 那我刚刚讲到的优惠 它全部都是可以并用的 可以继用很多个 然后刚刚他们经理人很好 就说可以招待我们 吃吃看他们的和牛跟干贝酱 谢谢谢谢 我们先来吃日本和牛吧 欸原本要1688才能吃耶 和牛的话我们就先算白糖好了 它的麻辣味太重了 它的牛香味改掉 来吃一下日本和牛 它是像记忆怎样 会这样压缩进去 然后把肉汁挤出来那种和牛 油香味我觉得还好 主要是那个甜味 但这个好处是它不会吃你 它就是一直平常 它很绵密的感觉 跟它的牛香 我觉得很赞 你们看这个干贝超级肥的 很甜很油味 可以 这个干贝真材实料 如果你们有符合优惠的话 一定要换喔 优惠不换白不换 这个是M9的和牛 一般价位就吃得到咯 它看起来好像比日本和牛 还要再有一点的感觉 一般价位的和牛 超顶 每一口都直接炸出肉汁 然后重点是它那个牛的 甜香味真的太明显 我好像比较喜欢澳洲和牛一点点 这是可以讲的嘛 再涮一下麻辣锅试试看 其实麻辣锅不会抢它那种牛的味道 反正是增添牛的甜味跟香气 所以如果像我吃微辣啊 我刚刚沾就没感觉了 如果身体成小辣 可能吃起来比较有微辣的感觉 双酱牛 前面两个都适合牛 现在吃双酱就有种掉下去的感觉了 因为双酱它比较没有那个牛的香味 它就是很干净的味道 可是还满嫩的啦 我还夹了超多海鲜喔 还有它特色的碗类我也有夹 Oh my god 你们看到它的鹅啊 超级肥 海中珍珠吃一下 好新鲜喔 我很难得吃到乳丽是甜的耶 而且好饱满 蛤蜊也超棒的 蛤蜊也是玉米米完全没有沙子 竹葛 表情不太对 对 竹葛我比较不行太多沙子了 嗯 虱目鱼肚 虱目鱼肚超香的 超甜 我刚刚吃那个虱目鱼肚 本来吃的开开心心 感觉哇超好吃 然后我咬下一口之后 就有一根超级粗的鱼子 直接倒叉到我的上额的牙齦里面 超酷 中正心情来吃麻辣牛肚 牛肚配麻辣锅是不会出错的 这个是芋头丸煮 超多芋头耶 这个芋头的泡沫可以夾 下一个是麻辣香供丸 哇 这个厉害 这个要夾超多汁 而且里面都是那个辣椒耶 超级香辣好好吃 虾子 那我觉得活虾也是 想把想把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因为我们之前吃过 那么多间吃到饱 没有遇过一间是 有真的有活虾在那边 目前看起来是真的满新鲜的 很脆脆 然后也是没什么虾子 虾子的感觉 你们看紫色的丸子 他说这是什么精力什么丸的 不知道里面是包什么的 外面咬起来是鱼香的感觉 它里面好像是像金虾那种东西耶 看起来蛮讚的 金虾 蛋黄的感觉 好好喝 这边有四种水果可以使用 甜点看起来很厉害耶 好多种类 这可丽卢是怎么回事 冰箱里面也是有各种甜点 这个较味吃到马卡龙很赞喔 冰淇淋的话 这里有莫凡比的冰淇淋 总共有五种口味 这里都还有冰棒 重点是 套世奇派 吃饱 那另外也有一式冰淇淋喔 他们这里用的是小橡树冰淇淋 看起来也超讚的 饮料的话这里也有很多选择 我比较有兴趣的是这一个 花田冰沙 还有可可欧雷冰沙 甜点的部分来了 这太扯了啦 这完全舍不得吃耶 可力露超大一颗 下面还有不知道是不是焦糖奶油的东西 好奢侈 比一般的还硬 是好吃的 正常的可力露本来就是应该要硬一点才好吃 它里面是比较多孔洞的那种 然后上面那个是花生酱 超酷的它这里竟然有迷你的巴斯克 巴斯克还不错这可以拿 不过它口感比较像乳酪蛋糕一点 可是还是不错 百香菇马卡龙 还可以但我没有很喜欢它外皮那个 太硬的感觉 法弗纳巧克力的泡芙 泡芙皮好好吃喔 然后里面的法弗纳巧克力也不会太浓郁 是很清爽的法弗纳 最后是青梅果冻超可爱 它真的一整颗青梅在里面耶 青梅味超重 这个很简易你可以 甜点的认证 吃完了 这次吃完香麻香辣Plus 我觉得它真的完全有惊艳到我 而且品质非常的好 连甜点都很多样 以平日午餐七九八加一层来说 我觉得是非常物超所持 唯一要讲小缺点的话 我觉得可能是它这边没有 服务领域 所以没有办法马上叫到服务生 因为他们服务生有时候可能有点忙碌 可是我觉得他们的服务态度非常的好 就是可能就算有问到不知道的东西 他们还是会说 不好意思我去问一下我们的主管 他可能比较了解这样子还不错 所以如果你是来拉拉破的人 像我现在就很想冲去逛街 很不捨很离开的感觉 感觉在这边就可以顺便逛逛 然后吃个饭也是很棒的选择 好 你还有什么好吃的吃到饱店想推荐给我 都可以跟我说 那如果你觉得在东拉拉破 还有什么厉害的店的话 也可以在下车留言给我 那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按赞分享 也可以去看我们的优惠网站 cpuk.tw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掰掰 你会想去看小美人吗 不会 真的吗 原本在想要不要去 但是我昨天看到那个女主角 我看到现场演唱小美人 有一个超好听 我就变超想不看 原本还好 我听完她的歌声就整个 Oh my god 難怪第一次你要听她